日空15年,年學校三部日空三空英雄發展目標 有17項SDGs目標 透過頂澳報告秀推動SDGs已經有4年多的時間 這次特別選擇在頂合宮來基盤申告發表 和小朋友透過舞蹈那叫頂頂的方式 不用離東關心社會和生活環境頂頂的問題 小朋友在現時有多大的表演 透過頂澳報告秀已經推動SDGs有4檔外的時間 每個個申告可以進行跟實戰在生活當中 這天在透過頂頂頂向來基盤申告發表 我們是要發表這個SDGs指標15的保育陸域生態的 假日有時候去海灘可以去淨灘活動 幫忙撿一下垃圾 就是做那個SDGs的那個板子旁邊的裝飾 喔裝飾喔 那你做那個東西的時候你有看到那個內容嗎 對啊 那你覺得學到什麼呢 就是要保護好這個環境的生態 然後不要亂丟垃圾 日空英雄年連學校三部日空三空影響發展的目標SDGs 包括消毒散車 減換氣候的變成 俗進性別賓團頂頂17頂SDGs目標 這應全球共同努力 賣向影響 透過後每一位小朋友就帶 伊武德悉局頂頂的方式 來為用孩子關心社會 跟人的生活環境頂頂的問題 讓我們警覺到社會跟大自然已經有失衡的 這樣子的一個要改善的一個新的模式 所以藉這樣子的SDGs 孩子在導覽解說 還有他們的各項的展演 我們在他們活潑有趣又充滿自信的演出當中 讓孩子知道我們社會要關心 也要關心我們日常人類的生活 歐寶孝小除了各校庫庭當中 兩立SDGs的概念 和顧小朋友自己思考如何定現這齣性格 每一種的表演都有SDGs的目標主題 並且結合了阻連國藝社會體系 都是在生活當中 我們看到小朋友 在這裡做愈教娛樂的演出 個個都非常的有自信 可見我們學校在黃校長的領導之下 對小孩子的教導付出 有看到非常棒的成果 那今天我的小孩也有參加SDGS指標的導覽 然後回去就非常的開心 興奮的練習 那就是我們家長也可以一起學習這個SDGS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也融入了國語社會自然所學到的各領域的知識 那他們也會把這些知識跟SDGS指標 帶回去跟家長們分享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過程 學生們學到很多 那他們也樂於跟全社區的人一起分享 他們學習的喜悅 環境一直在變化 小孩開始在學當時 也要關心住民的變化 以及注意關心相關的問題 好生活越來越好 記者庭貴族 藏寶島